还最新型的阿帕器直升机驾驶舱里面 还把照片PO上网 引发了外界泄露军机 甚至是影响未来军购的质疑 引发了轩然大波 李倩荣在第一时间回复记者说 有那么严重吗 不过事实上是真的很严重 在昨天的大陆的观察者 网军事观察员的分析之下 就将李倩荣所拍的照片 做了放大跟深度的分析 发现我军使用的新型的 这个阿帕器跟美军之前的旧款 在仪表板上更改了主规零的按钮 通讯控制面板也改变了位置 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也做了相关的讨论 可见对岸的军事专家 的确是很仔细的研究了李倩荣 PO在网络上的照片